朋友们好,欢迎收听阿清讲的故事。喜欢记得,帮忙订阅点赞评论下吧。 这期继续讲遨游83集,杨永江听着电话里面的嘟嘟声都要骂娘了。 这个李美兹简直就是吸血鬼,狗皮膏药一样,贴在身上了。 可是他也没有办法,现在不能得罪这个女人。 电话中,对方不肯多说,就只能是等着对方回来再说了。 杨永江心中忐忑,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。 不过,王志强死掉的这个消息,的确是振奋人心的消息。 陆宇电话此刻也被齐雅如打通,他滑动接通,对着电话另一端问道,王小虎的事情调查得怎么样了? 正在调查中,不过现在有个情况。 齐雅如说道,什么情况? 陆宇盲问。 刚刚宁愿警方打来电话,说是王志强在望日山看日出的时候,掉下山崖摔死了。 根据现场推测,应该是与李美兹在山顶瞎稿的时候掉下去的。 齐雅如说道,王志强死了。 陆宇顿时提高声音。 死了。 齐雅如也是有些失望和出乎意料。 陆宇沉默片刻,若是我没有猜错,这个连租楼的腐蚀胶应该是王志强弄的,李美兹应该是杀人灭口。 现在我们推测没用,之前的监控也是监控到了连租楼附近王志强消失,但人死了,这个情况无法查清何时了。 齐雅如担忧地说道,对方的狠辣还是超出了我们想象。 陆宇感慨道,怎么办? 现在杨永江难道就这样逍遥法外? 李美兹就这样继续让他潜逃。 齐雅如有些恼火地问道,这件事等等吧。 眼前李美兹这件事,只要他不出国,就不要收网,你现在想办法去查王志强的假,若是能够找到证据,正好将案子给了结了。 陆宇安排道,这可真不是我想要的结果。 齐雅如非常诚实地说道, 我当然知道不是你想要的结果,但现在我们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了。 陆宇安慰。 什么目标? 就是让那些住在连租楼的人从里面搬出来,不管有没有腐蚀胶的问题,那就是微楼。 万一发生意外,多少人的命啊? 我们承担不起这个责任,更是没脸面对人民。 陆宇感慨道,这倒是。 齐雅如沉默片刻,我去调查王志强的假,同时加快核实王小虎的事情,一旦查清,就给你解决钱的事情。 辛苦你。 陆宇说道。 哎呦。 齐雅如叫了一声。 怎么了? 哪里不舒服? 不是不舒服,我还以为你只是会关心肖梦辰呢。 齐雅如笑着调侃道。 陆宇抬手抹了一下额头,很是无语。 齐雅如也觉得自己调侃过了,立即挂断电话,跑去调查案子。 陆宇开始等结果,现在第一步搬迁出来已经完成,只要齐雅如将案件查清是王志强导致,那么就可以结案,暂时不动扬永江。 至于李美兹,有留心监控,他放心。 滴滴。 就在这时,陆宇坐机响起。 他看到是陌生的固定号码,就连忙接通。 你好,我是陆宇。 陆县长很谦虚啊。 另一边传来男人笑声。 郭,郭市长。 陆宇已经听出是郭松芳的声音。 哈哈,陆县长还能够听出是我的声音啊。 郭松芳笑着说道。 当然能。 郭市长有何指示? 陆宇连忙说道。 没什么指示,我只是好奇你们封都县发生的事情,想要知道现在连租楼到底是什么情况。 郭松芳停顿片刻,口气变得严肃说道。 我要真实的情况。 作为一个市长,他肯定对下面的很多事情还是能够第一时间掌握的。 陆宇整理一下思路,然后将连租楼建设质量问题, 以及前妻问题和自己这次要调研,马上发生的问题全部都讲述了一遍。 另一边的郭松芳认真聆听,眉头紧锁,听完以后,他的脸都阴沉似水。 这是一个从开始就是豆腐渣的工程。 郭市长说的没错,昨天将那些住户搬出来,算是最重要的事情,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坍塌,我们封都县,甚至是密云市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 陆宇如实说道,是啊,这个责任,谁都承担不起,太大了。 郭松芳如实说道,现在后续问题处理,很是关键。 陆宇沉思说道,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? 郭松芳问道,按照我们循序渐进的计划,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以重点解决了连租楼重建问题为核心。 而对于当日有责任的王安光和杨永江,不要大动,或者只是给个处分而已。 这让他们松口气,或许有利于我们反过来发现他们更多的问题。 陆宇建议道,你想要让他们放松警惕。 郭松芳,何时? 是的。 我觉得这件事之后,肯定会放松警惕。 郭松芳沉默片刻,我大概明白了,到时候看看丁书记什么意思吧。 郭市长费心。 陆宇知道,基本就是这样的结局了,毕竟王安光算是丁来信的人。 关于连租楼重建,钱的问题,有办法吗? 郭松芳问道,有。 我要让唐峰集团来处。 陆宇回答。 峰会校抓住了。 郭松芳疑问。 我有办法证明峰会校的钱违法,那样就可以没收了。 郭松芳闻听震惊,但是也大喜,你怎么做到的? 陆宇将自己与张大妈一家结缘的过程讲述一遍。 郭松芳在另一端对陆宇充满了浓浓赞赏,一切真的是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。 好样的。 还要努力。 陆宇连忙说道,这件事我大概知道怎么把握了,你那边有困难给我打电话。 郭松芳说道,谢谢郭市长。 对了。 王安光要组织全市分管扶贫副县长开会,估计是下午报道,你可能要离开丰都县几天。 郭松芳突然想起这个他签发的文件通知,随口说了一句。 陆宇微愣,但很快就调整过来,郭市长放心好了,事情我都会布置好。 忙吧。 郭松芳说完,挂断电话。 陆宇听着手机里面的嘟嘟声,开始思考为何突然组织一个培训。 难道是为了分散自己关于连租楼的注意力? 想到这里,陆宇开始思考解决方法。 杨永江此刻也正在与王安光通电话。 杨永江拿着电话的手,都有些颤抖,现在他是真的很急。 王市长,现在连租楼的事情已经是这样,我们怎么办? 另一边的王安光脸色阴沉似水,眼底寒光不停闪烁。 陆宇真像是一条狗,闻着胃的跟来。 是啊,现在这个连租楼,我们是一次性的都暴露了,不知道上面会怎么处理呢? 杨永江担忧地说道。 怎么处理,我们也没有办法。 只能是将这个责任都推给当日的唐风集团和分管监督的张敏,反正两个人失踪了。 只要不出来,就背过好了。 王安光说道。 市里会不会处分我们呢? 杨永江说出最大的担忧。 王安光新生鄙夷,真是鼠目寸光的家伙。 现在的情况,已经不是上面会不会处分了,而是一定会处分。 这样的情况下,到底是如何减轻处分的事情。 他深吸一口气,压下怒火,现在我们要主动去承担责任,认领错误。 让上面知道我们的错误,否则对方主动给我惩罚,那会非常严重的。 杨永江闻听,脑袋大了好几圈。 王市长,那有没有什么人能够帮我们说说话呢? 王安光对这句话还算是满意。 你找个机会来一趟,我带你去见丁雄市长,让他帮忙找丁书记说几句好话。 杨永江立即明白是要给丁雄送钱,王市长放心,我今天找个时间就去。 下午扶贫培训的事情,我要组织,晚上可能要八点以后有时间。 王安光说道,我到时候联系您。 杨永江说道,王安光挂断电话。 杨永江抬手擦拭一下额头汗水,想到自己还要出血,心中恼火,妈的。 都是陆宇这个王八蛋造成的,要不是陆宇,怎么可能会这样? 想到陆宇,发自内心的痛恨和恼火。 他拿起手机,拨打徐超电话。 另一边的徐超看到杨永江电话,立即笑着接通,杨县长您好。 你那边的事情不知怎么样了? 杨永江开门见山地问道, 我准备今天召开村书记大会,在会上重点强调与签和国业要信守合约。 徐超阴险笑道,杨永江就听出来有问题,开口问道,你的核心呢? 渗透告诉大家,这个合约是一个基本的保障性合约,不可能让他们大富大贵, 但可以保证安稳,相当于变相地说,被人家垄断了。 徐超笑道,杨永江嘴角弯起弧度,这个不错。 我赞同。 谢谢杨县长。 到时候那些人闹起来,要让他们闹得厉害一点,明白吗? 杨永江提醒,您放心。 徐超保证,杨永江挂断电话。 此刻,他感觉焦头烂额,都是陆宇搞的。 未来两天陆宇去培训,或许能够清静一下。 关于连租楼重建,他没有思路,更是没有钱,只能事先拖着走了。 陆宇此刻在办公室内,正在忙碌。 当当当。 办公室门敲响。 进来。 陆宇看向门口喊道。 黄永辉开门进来,陆县长,这里有份市里发的文件, 要求分管扶贫工作的副县长到市里参加集训。 陆宇因为郭松芳的提醒,已经知道了,他接过文件,大致翻看了一下,主要是培训扶贫会议精神,观看扶贫成功经验的纪录片,以及到一些相对好的地方进行现场观摩学习。 陆宇知道,这就是老套路的事情,没有什么新花样,沉思片刻,在文件上写下批示,呈阳县长月事。 鉴于当前封都县连租楼事件严重紧急,问题较多,此次培训,建议向秘云市请假,不参加培训,托否。 然后,陆宇批示完毕,递给黄永辉,给杨县长看一下。 黄永辉看到上面批示不去,有些失望,他本以为要去,一定会带上自己这个秘书。 那就可以当面对王安光表示感谢,毕竟是人家帮忙说话,才当上陆宇秘书。 结果陆宇都不想去,他不敢说什么,只能是心中赋匪,点头后,拿着文件出去。 杨永将看到文件,心中都是冷笑,这就是为了支走陆宇的故意安排,竟然还不去。 怎么可能?他当即批复,封都县清平村扶贫试点工作,全省关注,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性任务,需要多学习借鉴,开拓思路,创新方法, 建议参会,报请尼书记批示,文件又报给了尼洪超。 尼洪超看到文件的时候,眉头拧成了深深的穿字,现在对于他来说,最不想的事情就是让陆宇离开,可以说,现在有陆宇,他心中踏实,更是很放心一些工作。 但现在这个杨永将的批复建议,又是合情合理。 斟酌半天,最后写下同意参会。 文件再次回到陆宇手中的时候,陆宇看到文件,脸上都是无奈。 黄永辉看到陆宇表情,试探问道,陆县长,我这边需要准备什么吗? 陆宇听到询问,看了眼黄永辉,从他眼底看出了期待,明显就是想要与自己一起去开会。 陆宇对于黄永辉这个秘书就是不喜欢,在想到之前担任公安局长时,有一次与柳东邦汇报工作泄密,他脑中灵光一闪,永辉啊! 黄永辉听到这个称呼,心中是贼不舒服,弄得好像比自己大很多一样,但没办法。 人家是副县长,连忙说道,陆县长您吩咐,我这次去开会,这边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忙碌,有些分身乏术。 陆宇满脸无奈地说道,难道要让自己替陆宇开会?黄永辉心中充满期待,你帮我写一个连租楼的情况报告,重点写清连租楼当前的情况,问题根源,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, 等我回来,要是可以,就报给你书籍。陆宇说道,黄永辉听说,不是让自己跟去,有些失望,但只能是点头同意,陆县长放心,我保证完成。 陆宇很满意地点头,表示肯定,开始给黄永辉安排工作,现场讲解。 黄永江并不知道,陆宇在试探他。 下午一点钟,陆宇打车赶往密云市。 下午三点,陆宇来到集训报道处,视为党校。 按照程序,登记报道处领取材料,签字录入打卡指纹。 之后,陆宇去了住宿的三号楼。 每人一个单间,陆宇住的是四楼401房间。 走近一看,环境和条件不错,陆宇放下随身物品,走到窗户边向外面看。 正好,外面路上,王安光悠闲地走着,像在散步,身边还跟着一个身材肥胖的男人。 胖男人看起来四十岁上下,头顶有些秃,油光正亮的大脸上带着一种浓浓沉浮。 跟在王安光的身边,就像一个恭敬的跟伴。 陆宇不认识旁边这个男人,看到他,陆宇就想起了秦川。 这个男人,这个男人长得真是与秦川如出一辙的胖。 陆宇觉得好笑,忍不住勾起嘴角,自言自语地调侃道。 王安光同志不会是喜欢看身材用人吧? 口味挺奇葩啊。 滴滴。 手机响起,齐雅如打来电话。 陆宇立即滑动手机接通问道,王志强家中有发现吗? 我刚从里面出来,他家里摆满了瓶瓶罐罐,就像个实验室,全是化学试剂。 据现场来看,应该是刚刚做完什么化学实验。 我已经请省里的专家到现场进行检验了。 另一端,齐雅如有条不紊地说道, 陆宇已经基本确定,就是王志强盗的腐蚀剂,真是罔顾人命,冷血无情。 陆宇表情有些冰冷,这个人渣。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,有个重要情况,李美兹回来了。 齐雅如说道,回来了? 陆宇一挑眉,倒是没有想到。 是的,而且很光明正大的回来了,你说抓还是不抓? 齐雅如问道,不抓。 继续让他自由飞翔,你主要将王小虎交代的问题核实清楚,核查完毕。 我们就依法核算唐风集团的现有资产,这些黑钱,统统没收。 既然这女人不知死活,我们就陪他掌掌见识。 陆宇表情冰冷地说道, 真搞不明白你这什么意思,要是按照我的想法,直接把杨永江一起抓来了。 齐雅如不高兴地嘟囊道,放长线钓大鱼,一个都跑不了,你怕什么的? 陆宇冷笑说道,行,那你就放线玩儿吧。 我助你钓一匙子大鱼。 齐雅如语气不悦地说道。 陆宇知道,齐雅如有些意见,没有多说什么,周到的安慰几句,再三保证不会出问题,之后才挂断电话。 还暗自吐糟,雅如需要安慰。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 刚挂断电话,房门就被敲响。 陆宇微愣,自己刚进门,谁会来敲门呢? 他走过去,打开房门,立即看到一张肥嘟嘟的笑脸,正是刚刚与王安光在楼下一起散步的那个胖子。 陆宇心中立刻就起了疑心。 胖子主动伸出肉掌。 陆县长您好。 我是密云市铁锡区副区长,赵云成,也是分管扶贫工作的。 久仰你的大名,哈哈,刚刚得知你来报道,专门过来与您见一面。 赵云成说得非常客气,非常热情,也非常谦虚。 若不是刚刚看到他与王安光一起散步的情景,陆宇绝对不会怀疑这个人。 就算是这样,陆宇也没有表现出对赵云成的敌意。 相反,他还主动握住赵云成的手,热情地回应道,赵区长,您好。 欢迎,欢迎,快点,里面请。 赵云成用力握了握陆宇的手,显得很是激动,肥胖的脸上肌肉似乎都在颤动。 摆文不如一见,陆县长声名远播,今天能够相见,真是让我三生有幸啊。 赵区长可不要再夸了,我都无地自容了。 陆宇嘴上这样说着,心中却在思考,这个赵云成来这里找自己,是何用意呢? 陆县长当日带人来密云市抓捕王英豪,那个大手笔,到今天,在密云市官场都成为传奇啊。 今日你的身份,与当时可是无法比拟,足见陆县长的能力和实力啊,久仰久仰。 赵云成满脸笑容,真诚说道,拍马屁磕落得滴水不漏。 伸张正义,保护人民财产,就是公安局的职责所在,也是政法系统工作者的责任。 当时也是为了伸张正义,维护正义,都是工作所需,惊扰了赵区长实在抱歉。 陆宇笑道,心说,跟着货扯皮,还挺累。 陆县长真是谦虚,年轻有为,还没有一丁点个人英雄主义,真是罕见的奇才啊。 赵云成笑着说道,哈哈。 陆宇爽朗大笑,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,言不由衷地把自己夸得都要秃鲁皮了。 赵云成的脸皮,真是美白长啊。 陆宇客套着,看似与这个赵云成拉近关系,心内耐心地等着,想看看这个人如此卖力讨好,到底用意何为。 赵云成与陆宇一落作,就大谈他对陆宇的崇拜,仿佛在求指导。 囚经验一样,热切地询问当时的种种细节,似乎在借机取经学习。 陆宇越来越头大,对赵云成的用意,实在看不清楚。 为了摸清这个的来意,一直表现得很配合,仿佛没有任何怀疑,说话得更是八成真。 这让赵云成听得很确信。 不多时,两个人就像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,相互对坐,就着宿舍里的带茶,聊了个亲亲热热。 陆宇当然清楚,这人绝对不是什么老朋友。 一直聊天到晚饭时间,赵云成依旧已赴意犹未尽,两个人起身一同去饭堂。 进了饭堂,里面竟然有三十多个人。 陆宇看到这么多人,微微有些愣神,按照正常, 秘云市县区干部加到一起,也就十来个副职,为何现在出现了三倍的人数呢? 赵云成似乎看出了陆宇的疑惑,笑着介绍。 这次培训,是分管扶贫的副职培训。 大家过来都带着秘书,而且,很多地方也申请让扶贫办主任一起来了。 你们封都县的没来吗? 陆宇回想当时的方案,里面根本没有提可以让扶贫办主任来, 的这一条。 若是提了,他肯定会让王培助跟来的。 方案里面没有说明啊。 陆县长一看就是参加培训少了, 这种培训,都是看了通知,自己询问协调, 若是能够带,就都带来了。 赵云成一副前辈的口吻说道, 陆宇闻听恍然,点点头,看来我确实经验少了。 倒也没关系,来日方长嘛。 再说,有陆县长这样的领导,亲自学习了,比很多人一起学习,或许效果更好。 哈哈,赵云成轻轻拍一下陆宇肩膀,又一次不着痕迹地夸赞道。 陆宇微笑汗手,没再说什么其他话。 他实在服了这个赵云成,无论说什么,最后都能绕个弯夸夸自己,还夸得无比自然。 两个人排队打饭。 赵云成似乎与很多人都熟识,不少干部看见他,专门过来找他打招呼。 不过,听到赵云成介绍陆宇身份, 多数人只是例行性握握手,或者点个头,问声好,并没有表现得十分热情。 陆宇对他们这个反应,反而感觉很正常,毕竟大家本来就不熟。 还有关键的一个情况,就是自己太年轻了,年轻得有点过分, 那些干部都是熬了几十年的老资格,好不容易到了这副县长的位置。 看到这样年轻的自己,多酸啊。 前途根本没有可比性,谁心中能舒服。 这一点,陆宇反而看得非常清楚,非常明白,也就坦然。 追求的目标不同,没时间像他们一样小心翼翼熬个多半辈子。 他和赵云成找个安静角落,坐下吃饭,其他人都没有再来这一桌。 吃完饭,赵云成又约陆宇散步,陆宇拒绝了,他独自回了宿舍。 世界终于安静了。 对于这个赵云成,陆宇反而升起了极大的耐心,一定要看看这人到底打什么主意。 封都县政府。 已经五点半,杨永江简单收拾一下东西,准备回住处取钱,然后赶往密云市。 八点,去见丁雄。 想到又要出血,杨永江的心很痛。 就在这时,手机响了,李美兹打来电话。 杨永江一看到李美兹的名字,心头就是一阵不爽。 自己的五百万被这个贪婪的女人给弄走了。 五百万啊! 真是太贪了! 杨永江甚至在想,死女人,怎么不和王志强一起掉下去摔死呢? 电话响到第二遍的时候,杨永江将电话接通,没好气地问,什么事? 想你呗! 李美兹满口的无所谓,话说得干脆又直接。 杨永江真想骂一句,想你大爷的,想钱才差不多。 可他不敢,把柄被拿捏太多了,杨永江只能压住怒火,冷声道,我现在有事,要出门一趟。 有事你抓紧说,没事我要挂电话了。 办事儿。 李美兹笑着重复,语气中似乎带着惊喜,那口气,似乎断定就是男女之事。 半苏荣荣那个小狐狸精。 无聊,我有急事。 杨永江说着,就要挂断电话。 这么急呢? 那就来找我好了,我就在县政府旁边的老地方呢。 你出来就可以看到,我正想你呢,我们开车找个地方,我们两个,去嗨啊。 李美兹一副不以为然的语气,调戏道。 我是真没时间,有大事。 马上要赶往密云市,你有事抓紧说,没事我真挂电话了。 杨永江真的不耐烦了。 去密云市? 李美兹来了兴趣,有车吗? 要是没车,我送你啊。 不用。 杨永江直接拒绝。 我在门口等你,反正你出来就告诉我车牌号,要不然,我现在就进去找你。 李美兹说完,不等反驳,直接将手机挂断。 现在的李美兹,胆子越发肥了,心思越发狠了,妥妥的,一副光脚不怕穿鞋的无赖像,把杨永江吃得死死的。 杨永江恨得紧握双拳,眼中都是冰冷怒意,真想直接将李美兹掐死。 但是,他不敢。 这个女人动不了,他知道的太多了。 杨永江又一次压住怒火,急匆匆出了县政府。 走到大门口,手机又响了,又是李美兹打来的。 还有事? 少扯闲偏。 杨永江接通,怒道。 你出来没?再不告诉我车牌号,我就进去找你了。 李美兹同样大声说道。 杨永江嘴角抽搐两下,对于这个李美兹彻底没辙。 我马上走到你的车子那了。 扑斥。 李美兹笑了。 真是乖宝。 一会儿人家疼你。 李美兹又调戏道。 杨永江现在一点想法都没有。 不! 有想法。 那是杀死李美兹的想法。 他走到李美兹车子旁边,李美兹按下车窗,打开车门,娇声一笑。 杨永江没理他,直接坐进了后排。 领导坐车就是不一样,习惯坐后面。 李美兹笑嘻嘻地打哈哈。 你怎么又回来了? 不知道事情闹大了吗? 杨永江没闲心玩笑,要转移到正题。 对了,你那啥的时候,是不也喜欢后面啊? 还记得吗? 李美兹透过后视镜,看着脸色铁青的杨永江,不知死活地继续调侃。 杨永江心头怨愤,怒火涌动,一次次冲到脑瓜顶,真想伸手,掐死这个女人。 费了好大力气,才强行压制下来,看向李美兹劝道,全乱套了,你真应该趁着没注意你,马上就出国,到外面去过安稳日子。 我的事儿就不劳你老哥操心了。 对了,你去密云室,公室,还是私室。 李美兹笑着问道,杨永江知道,这个女人就是滚刀肉,不可能再扯清楚了,反正狮子多了不咬。 杨永江反倒如实说道,私室。 抬手看了眼时间,马上送我回家,我要取东西,抓紧时间,我得在八点之前赶到。 取什么? 李美兹询问,杨永江看了眼车后排座的箱子,第一反应就是钱。 李美兹已经看到杨永江的目光,若是需要钱,里面有一百个,你可以先拿去用。 你让我用?杨永江心头一喜,急切核实。 什么你的我的?还不都是我们的? 我们不是要精诚合作的吗? 李美兹一派坦荡,非常自然地说道。 杨永江听着这句话觉得假,但钱是真的,想到能够不用自己花钱,也是好事。 自然就高兴起来,你个狐狸精,总算我没有亏待你。 若是这样,就太好了,我们现在就去密云市。 小气鬼,我知道,我要了你五百万,你肉疼,心里不爽,还在生气呢。 李美兹一边启动车子,一边嘟囔道。 杨永江没再说话,心中暗道,谁的钱,谁心疼。 李美兹没有听到回话,嘴角撇了撇说道,我要你的钱,可是办了大事的,我不是说了吗? 也是为了给你养小小姜的,你那么小气干什么? 你要真有了孩子,得去做个亲子鉴定,还不知道是谁的呢? 杨永江美好,气得说道。 扑斥。 李美兹娇笑出声,通过后视镜,对杨永江抛个媚眼说道,吃醋了。 杨永江懒得理他,没有说话。 王志强年轻,又缺女人,真是勇猛,我真的很享受呢。 李美兹似乎眉皮眉脸一样,继续说道。 杨永江直接扭头看向窗外,他是真没话说了,毫不羞耻,他气得要发疯。 李美兹却继续说道,我不管你怎么想,或者怎么说,我这次回来,就是要争取一笔唐峰集团的财产,然后,我就真的带着钱远走高飞了。 他目光看向远方,无谓地一笑。 虽然连租楼的事情,唐峰集团有责任,只是十栋楼而已,九牛一毛,还不能抵上唐峰集团所有的财产。 这么一算,账面反而清楚了,这对我是件好事,我会积极争取的。 李美兹反而认真地分析道,你努力吧,但愿你如愿以偿。 杨永江淡淡地说道,为了让你相信,我是真心爱你的。 这两天,我们做个试管婴儿去吧。 我想要个儿子了。 李美兹对着杨永江说道,不去? 我已经有儿子了。 杨永江直接拒绝。 那好吧,等我去国外,就找个黑人,生个混血儿。 李美兹倒是没有丝毫羞耻地说道,杨永江差点吐血,心中暗骂,怎么不搞死你? 李美兹看到杨永江憋着怒气,心中真是欢场,真是得意。 他开着车,还打开音乐,提起车速,赶往秘云市。 路上,杨永江的电话响过两次,都是王安光打来,询问到了哪里。 7点40分,杨永江赶到了秘云市。 王安光给他发了一个定位,杨永江会议,指挥李美兹开车赶往地点。 一刻钟后,他们来到秘云别墅风景区门口。 杨永江一眼看到了王安光发来的车牌号。 他让李美兹停车,你在这里等我。 说完,打开车门,拎起箱子,朝着路边一辆车走去。 王安光坐在车里,等候多时,看到杨永江,将车锁打开。 杨永江打开车门进去,看到居然是王安光亲自开车,连忙客气喊道,王市长好。 这段时间,是不是焦头烂额了? 王安光转头与杨永江点点头,沉稳地问道。 杨永江抬手摸了摸额头,何止是焦头烂额呀? 都要被气死了? 没办法。 遇上路雨这种变态,就是恶心。 王安光说完,启动车子,朝里面开进去。 外面,李美兹待在车内,看着那辆车开进去,他满脸都是好奇。 这里面是个什么大人物呢? 他掏出手机地图反复查看,这就是密云风景,一个正常的别墅。 这种地方,一般是给企业或者公司高层开会,或者高管团建的地方,并不是给专供领导的住宅别墅,谁会在这里。 他下车,也想开进去,好探听一下情况,结果,保安不开门。 他走下车,摆出迷死人不偿命的笑脸,对着保安一顿勇猛地发点卖萌,丝毫没有管用,力气用尽没能进去。 李美兹无奈放弃,回到车里,调整车头,目光死死地盯着出口方向,不停地思考里面的大佬可能是谁。 另一边,王安光开车,来到丁雄的别墅。 这个别墅,还是当初他和秦川送给丁雄的,自然轻车熟路,宾至如归。 两个人进来的时候,丁雄正穿着睡袍,坐在客厅内喝茶。 空气中飘荡着女人的香水味,似乎还有男人与女人激情后的荷尔蒙味道。 丁市长好。杨勇将不动声色悄悄观察,一见面连忙开口问好。 杨县长来了,快过来坐。丁雄没有起身,抬手一指对面的座位。 又转脸看向王安光,王市长今天的培训工作忙完了。 王安光笑着点点头说道,刚刚忙完,就来打扰丁市长来了。 我也是忙里偷闲一会儿,马上也要回去加班。 丁雄笑道。王安光看向杨勇将,指点道,丁市长是专门挤出时间等你的。 杨勇将已经将箱子放下,连忙主动伸出手,感谢丁市长。 丁雄与其轻轻一握说道,不用客气。 你们在丰都县与一些臭鱼烂虾一起工作,压力很大,很势不易。 我都知道的。 杨勇将闻听大喜,很显然,丁雄对陆宇非常憎恨。 想到之前,丁雄这个兼任公安局局长的副市长与陆宇之间的冲突,这憎恨就再正常不过了。 杨勇将连忙说道,我相信那种个例,终究会被扫入历史尘埃,最后会烟消云散的。 哈哈!丁雄大笑,杨县长很有信心啊。 杨勇将脸微红,我会努力的。 请丁市长放心。 丁雄微微汗手,看向王安光,你们连租楼的事情,我试探过了,两个大佬都非常愤怒。 王安光点头,表示知道,事实上,他也真的知道,毕竟都在市政府一个楼里面。 郭松芳的态度,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? 只不过,一直没有好的解决方法,就没有采取行动。 这件事,我觉得你们主要是一个态度问题。 丁雄看向两个人,又开口说道,丁市长请赐教。 杨勇将连忙弯腰说道, 这个问题虽然发生在王市长的任上,杨县长当时也有分管责任,但具体施工单位是唐峰集团,监工是你们县里那个民政局对吧? 丁雄询问。 是的。 杨勇将连忙点头回应。 那就把责任还给他们吗? 你们主动对上级检讨。 这样一来,我相信上级再怒也不能拿你们怎么样。 毕竟,类似的领导责任出问题的很多。 再说了,就算是工程质量有问题,也不至于要楼倒下,不还是因为人为破坏吗? 等破案了,我们公安局再帮助你们出示一个证据材料,就又一次减轻你们的责任了。 丁雄自信满满。 王安光和杨勇将对视一眼,两个人的眼中都露出欣喜。 齐声道,谢谢丁市长。 谢谢丁市长。 丁雄汉手,对着两个人笑道,我们之间不用这样客气,你们先主动去做。 我听江涛说,已经现实三天破案,齐雅如那个女人很有能力,肯定能破案,你们就放心听戏而好了。 王安光和杨勇将闻听大喜,一起点头。 王安光轻松了很多,看向丁雄笑道,丁市长您多多费心,勇将刚刚上任县长不久,正是内忧外患,再有霓虹超的手段强势,实在是很不容易。 以后,丁市长方便的时候,还请再费心指点勇将。 杨勇将立即点头,恭敬道,丁市长,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。 这个不用客气,在允许范围内,我一定会全力关照的,你们放心就好了。 谢谢丁市长。 俩个人同时说道。 丁雄抬手看了眼时间。 王安光立即会议。 我一会儿还要回去签发文件,就不打扰丁市长了。 丁雄焊手,行。 这件事,我明天找丁书记谈谈,再沟通一下。 多谢丁市长。 杨勇将立即站起身。 王安光与丁雄握手道别,杨勇将也握下手,两个人转身要走。 这个箱子,你们带回去。 丁雄开口说道。 这是勇将的一点心意。 王安光连忙说道。 丁市长千万要收下。 杨勇将连忙说道。 你们,你们啊。 丁雄做出一副很无奈,很不情愿的样子,沉吟半赏,最终点点头说道。 好吧。 下不为例。 一定。 一定。 杨勇将连忙点头,一颗心彻底放下。 丁雄没有送两个人,通过监控,看到两个人出去,目光看向卧室门方向。 许晗秋从里面走出来,穿着一身空姐制服,露着雪白的大腿,灯光一照,下泛着白光,格外的耀眼。 丁雄就是一愣。 熊哥。 许晗秋娇嘀嘀嘀地喊道。 刚刚快餐没吃饱。 丁雄脸上露出得意笑容。 人家是怕熊哥没有尽兴吗? 许晗秋发嗲地说道。 哈哈。 丁雄大笑,看了眼箱子。 许晗秋立即走过去,打开箱子,里面都是红色的大票子,忍不住双眼放光。 丁雄更是欣喜,对于杨永江这个会来是很满意。 心情大好的他,一把将许晗秋给抱住。 许晗秋的身体贴在丁雄的怀中,柔弱五骨般温顺,乖乖伸出手臂,将丁雄紧紧地抱住。 另一边,杨永江和王安光已经回到车上。 王安光没有启动车子,而是看向杨永江。 丁市长说的这个方法要落实,但你回去以后,一定要想办法将张敏和峰会笑都找到。 尽快让他们闭嘴,否则还是有大麻烦的。 杨永江立即点头,王书记放心,我一定办到。 永江啊,到了我们这个份上,开工没有回头见,必须要坚定地走下去。 你应该知道,对我来说,除了用的人可能有问题,在金钱上没有任何问题,所以我还能全身而退。 对,可是你,却不一样,你明白吗? 王安光语重心长地对杨永江提醒道。 杨永江顿时脸上露出紧张,对着王安光点点头,王书记的提醒我记住了。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 工作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去干,一步一个脚印。 但是,所有的绊脚石都要踢开,所有的安全隐患都要清除,秦川他们当初做的就是非常好的。 王安光最后看似无意地说了一句。 杨永江忍不住打了个机灵,已经听出王安光这句话的意思,那就是告诉他,要是弄不好,就是那个命运。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紧张凝重起来。 王安光没有再说话,启动车子,朝着外面开去。 来到门外,看到李美兹那辆车,他停车看向杨永江,陆宇这边,未来两天,我都会安排他发言,封都县发生任何问题,他都无法回去。 杨永江已经明白了,徐超说,今天下午开会,我猜想若是有问题,应该就是明天出问题。 王安光焊手,加油吧。 杨永江用力点头,王书记放心,我一定不负众望。 王安光示意杨永江下车。 杨永江下车,朝着李美兹的车子走去。 王安光开车离开。 杨永江上车,看到李美兹竟然开着车门,不雅地翘脚睡着了。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纵于过度累的,越发恼火来气,大声吼道,回风都现。 口气这么凶,还真把我当成司机了。 李美兹吓了一跳,睁开眼睛,满脸不悦地呵斥道。 刚刚他是在假装睡觉,想试探一下杨永江的反应。 杨永江冷酷无情,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,他当即恼火。 杨永江也懒得理会李美兹,他反而闭上眼睛,盘算起自己的事来。 你进去看的谁啊? 李美兹满脸八卦好奇地问道。 不该问的别问。 杨永江自然不会说。 切! 老娘的一百万,竟然让你没有一点感觉。 李美兹不爽地赤道。 杨永江想说,对他什么都没感觉,巴不得他赶紧死,最后头一片,没有说话。 李美兹看到杨永江是真不说,他索性不再问了,反正有机会总会知道的。 二人启动车子,朝着封都县返回。 杨永江想到王安光说的安全隐患,看向李美兹问道。 封会笑,这只老狐狸,你觉得他可能在什么地方? 李美兹撇撇嘴,我要是知道就好了呢。 你这样折腾他的财产,他都不露面,这个老狐狸挺有道啊。 杨永江故意说道。 你不用试探我。 我真是不知道,我要是知道,还会跟你乱搞。 我,我,我想到一个人。 李美兹想到了什么,突然欣喜地说道。 谁?杨永江也来了精神。 切,不告诉你。 不该问的别问。 李美兹突然学着刚刚杨永江的口吻说道。 杨永江气地翻了个白眼。 李美兹突然娇滴滴地看向杨永江说道, 要不我停车,咱们深入交流一下,我再告诉你。 杨永江差点吐血,心中都是草泥马。 骚货女人,你不是说王志强很好吗? 难道你还没要够? 杨永江强压怒火轰道。 他好又能怎么样? 现在已经是鬼了,我想的只有你了,你答应不。 李美兹看着后视镜,盯着杨永江问道。 没心情。 杨永江拒绝,转头看向窗外。 没心情,那就算了。 李美兹说完,也就一字不提他,想起什么了。 杨永江却已经被李美兹这句话吊起胃口, 开始抓心挠肝,不得不看向李美兹好。 言问道,说说,想到谁了? 有什么主意了? 一次,李美兹伸出一根手指。 没有。 杨永江拒绝。 现在,他眼中的李美兹,就是垃圾桶。 李美兹也不在意,直接闭口,继续开车。 杨永江心中放不下,想来想去,始终都是这个事。 最后他看向李美兹,你没骗我。 我答应你一次,你告诉我,怎么找到峰会校。 现在是三次了。 李美兹傲娇说道。 你。 想好了。 这次要是不同意,下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数了。 李美兹一脸无味地笑着,看向杨永江。 杨永江真想掐死这个女人,这就是变相地赖上自己。 我答应你,三次就三次。 先成交一次,完事我就告诉你。 李美兹说完,瞬间将车子加速,呼啸着朝着服务区开去。 杨永江心中这个憋屈,自己怎么竟然像个出来卖的呢? 李美兹突然双臂勾住杨永江的脖子,抽气起来。 你,怎么了? 杨永江好奇问道。 那天晚上,我们在峰会校别墅,被王志强看到偷拍了。 我没办法,被迫跟他在一起。 我是你的女人,怎么可能看上那种男人呢? 李美兹本是假哭,想想连日来得惊险落魄,竟真的伤心起来。 满心凄苦抽抽大大哭个不停。 杨永江闻听,脑袋嗡的一声,倒不在乎李美兹真心假意,只关心被拍,急急地问。 那现在怎么样?偷拍的东西呢? 杨永江又紧张了。 那么高的山,他掉下去的时候,都摔碎了,彻底地没了,一死百了。 李美兹勉强只哭,抽打着拍拍胸口,一副如释重负的后怕样子。 杨永江感觉自己也是如释重负,心情舒畅很多。 死了就好啊。 人家这样奋不顾身,为了保护你,你却怀疑人家放浪找男人,你这不是在冤枉人家吗? 李美兹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,不依不饶起来。 杨永江听说麻烦没了,又想到这女人刚拿出的一百万,心中的芥蒂和怒火消失了很多,人也变得舒坦了一些,刚刚没有体验到的快乐,似乎都回来了。 好好好,你厉害,我怕你了。 乖,快说说你刚在路上想起谁了? 想出什么方法了? 我们现在必须尽快找到峰会笑,将这个人给杨永江后面的话没有说,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。 李美兹一惊,眼底也闪过凶狠,重重地点头,这个你放心,要是找到他,我肯定不心软,肯定帮助你实现愿望。 毕竟,我想到的,那可是能让他消失,而且让唐峰集团永远查不清。 杨永江点头,一身大拇指,还是你最聪明。 具体方法是什么? 峰会笑的干女儿,干婷婷,马上就要行满释放了。 峰会笑对我们这些女人不在意,对干婷婷可是百般在意。 到时候,只要她还活着,我相信她会出手找干婷婷。 只要监控好干婷婷,或许就能顺藤摸瓜,摸出峰会笑了。 李美兹嘴角弯起得意弧度说道。 甘婷婷。杨永江重复一遍,估算一下,果真马上就半年了,的确就要放出来了。 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好,只要看住甘婷婷,或许就是我们省力气的好机会。 杨永江兴奋说道。 李美兹点头,这个你放心。 人家还想得到峰会笑的财产呢,怎么会不上心呢? 杨永江仿佛看到希望,心情一片大好。 两个人又密谋一番,都心情大好,畅快地开车返回丰都县。 河西镇,河西村。 许寒丘父亲,许文坐在家中,正在不停地吸烟,屋内烟雾缭绕,整个家里仿佛起火般浓烟密布。 你这是干什么? 想呛死我呀。 许文妻子王芳怒声呵斥骂。 嗨嗨。 许文咳嗽两声,江烟掐灭。 老娘们家,你懂什么? 要是真的将猕猴桃产业垄断了,以后就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猕猴桃,千和果叶摘果子。 我能不上火吗? 王芳听说这件事,顿时有些不高兴,真是闲吃萝卜但操心,有什么可在意的。 我们两个老骨头就一个女儿,韩秋在外面又过得好,还给我们寄钱,我们有什么可操心的。 你真是鼠目寸光,韩秋能一辈子不嫁人吗? 我们难道让他养活一辈子? 我们得自己赚钱才行。 许文发怒说道。 自己赚钱。 说得好听。 你得有赚钱的本事啊。 你有吗? 你有个屁。 王芳气恼得呵斥男人。 谁说? 我没有了。 许文将手中的烟蒂丢在地上,用脚死尽踩了一下,将其碾面,转身出去了。 就在家逞能装英雄的酱货,倔吕。 王芳一边嘟囔,一边将窗户打开,放出屋内的烟雾。 走出房间的许文听见妻子的嘟囔,心中很是恼火,这个娘们向来没大没小, 他很跺一脚,出门去了种植果树的其他人家。 这个夜晚,整个河西村都不安宁,一群种植果树的人家聚集在一起, 都被今天村书记回来透露的猕猴桃收购将会被垄断震撼和刺激到了。 眼见财路要断,他们都急了,决定明天要一起去镇里讨个说法。 河西村,暗流涌动。 河西镇,徐超办公室。 徐书记,今天开会,你说的关于猕猴桃收购被垄断这件事, 是不是有些威严耸听了? 镇长萧奎开口说道。 他当时参会了,对于这番话, 当时就觉得说得不合适,甚至是不对劲, 又不能当场驳回,都忍住了。 现在,他来徐超办公室,探讨这件事。 徐超心中冷亨,真是不知天高地厚, 一个没有后台的泥腿子,竟然敢在自己面前指指点点。 自己是曾经给县委书记当过秘书的人, 县长一级的都见多了, 要不是来这里任职, 萧奎连认识他的机会都没有。 徐超皮笑肉不笑。 萧镇长,你觉得这种模式发展下去, 不是垄断,又是什么呢? 这个未必吧。 萧奎顿了顿继续说道, 果树种植与庄稼种植一样, 有年头贵,有年头贱, 这个要看市场, 若是人家签和果业均价收购, 总体上未必就亏啊。 萧奎坚持道, 你怎么就知道是均价? 徐超质问。 萧奎眉头青醋, 那你现在就下定义垄断, 未免太突然了吧。 徐超脸色瞬间阴沉, 屋内温度直接达到冰点。 萧镇长, 作为父母官, 我们当然要为老百姓考虑, 打打预防针, 未雨绸缪, 难道不应该吗? 还有, 你真的了解千和果业吗? 你就那么确定, 他们会是良心价收购? 商人哪个不为利是图? 哪个不是为了赚钱? 无伤不坚的老黄历过去了, 这个词为什么成了无伤不坚? 为了赚钱, 所不用其极啊, 怎么可能不把利益最大化呢? 我们两个身为何西镇的书记和镇长, 有责任和义务悄悄警钟, 这也是维护老百姓的利益, 千万不能一个不备, 成了千夫所指, 都是你乡里乡亲的, 别被人在背后戳几两骨。 徐超对着萧奎, 面色阴冷的一连串说道, 莫了还不忘讽刺, 一下他也是个泥腿子。 萧奎很恼火, 徐超这就是东拉西扯, 避重就轻, 都是无稽之谈, 根本还没有影的事。 人家千和果业, 还没有来具体谈将来猕猴桃收购的条件, 自己就先在这里做上文章了, 这不是缴合事吗? 这要是闹起来, 人家怎么敢放心投资和收购呢? 徐书记, 我不是不考虑老百姓的利益, 你说的这些, 这些都是没影的事啊。 没影的事? 徐超面色阴冷, 什么叫没影的事? 非得现行才知道吃亏吗? 这叫做未雨绸缪。 我刚刚不是已经说过了吗? 身为领导, 不仅要认真工作, 也要时刻注意提升个人素养, 多读书。 萧奎很无奈, 点点头, 还是想抓要点。 就算徐书记是未雨绸缪, 那也应该是我们与千和果叶见面商谈之后吧, 不该眼前只这么一想, 就是未雨绸缪吧。 那些果农老百姓听了会什么反应? 情绪激动的萧奎, 差点就说徐超这是动机不纯了。 在萧奎看来, 徐超明显动机不纯, 简直是想将千和果叶的投资给搞黄。 这是陆县长费了多大力气才拉来的呀? 徐超皮笑肉不笑, 不急不许样子。 就是要为果农的利益着想吗? 着想, 着想, 早一不着眼才是想。 我们着想的时候, 不代表老百姓的利益, 那么将来万一果农吃亏, 我们拿什么代表老百姓的利益? 所以这件事应该打打预防针, 萧镇长还是好好想想我的话还有什么遗漏吧。 徐超停顿片刻, 我给王书记担任秘书多年, 类似的情况见多了, 太明白这里头的门道了, 萧镇长久在镇里, 一心急着帮农民致富, 也不要忘记风险吗? 还是不要太一想天开得好? 萧奎气得仗红了脸, 内心叹气, 王安光当书记这么多年, 从没听说过有过招商引资的新闻, 能不能别吹牛逼? 他不好意思像徐超这么阴阳怪气的数落人, 七尺的汉子不好跟个婆娘似的, 有些话还是不好当面拆穿, 毕竟还要一起配合工作。 好吧, 徐书记说得有道理, 夜黑了, 你早点休息。 萧奎无奈, 最后站起身离开。 徐超没有挽留, 对这件事, 自己已经表态了, 没必要再浪费时间纠缠。 而且他觉得, 要是自己都这样说了, 何西镇的村民还没有个反应, 那是不是都愚昧地没有救了? 徐超对何西镇的果农反应充满了期待。 蜜云士党笑, 陆宇刚刚送走赵云成。 这个胖男人对他有种异常的亲热, 巴巴地接连上门, 距离太近了, 这让陆宇有点挠头, 到底什么意思? 好在自己到的不晚, 看到了赵云成与王安光一起散步, 心中的警惕自然保持很高。 他陆宇搓一把脸, 准备洗漱睡觉。 滴滴, 手机响起, 陆宇看到是圣灵云电话, 笑着接通问道, 你回来了? 另一边, 圣灵云听到陆宇这句开场, 倒是很满意, 笑着调侃道, 是不是想解了? 陆宇, 一会儿解, 一会儿媚, 存心狂人喊媳妇, 这是位神解, 要不要解帮你暖被窝? 圣灵云没有听到陆宇的回复, 继续开口调侃道, 我在密云视围党校, 参加扶贫集训。 陆宇主动岔开话题, 担心继续下去, 圣灵云不知道又会说什么, 跑那去了。 圣灵云倒是有些意外, 接着话头一转问, 没带咱家梦尘吗? 陆宇再次无语, 抬手抹了一下额头说道, 他下乡医疗扶贫去了, 我是临时接到通知来培训, 现在封都县事情很多。 陆宇对圣灵云讲起现状, 将封都县连租楼, 民政局, 还有招商局的变动都讲述了出来。 圣灵云听完, 扑斥一声笑了, 没想到爱玉沙赔了杨永江一次, 就高升局长了呀。 我觉得有意思了, 有些女人和男人在一起, 不就是为了图点好处吗? 要不然, 怎么可能美女反扑呢? 陆宇没走脑子, 一般说道, 喂喂喂, 你说什么呢? 圣灵云顿时语气, 变得不友善。 陆宇立即知道自己走嘴了, 担心圣灵云开口救, 要包养自己, 连忙说道, 你不是, 谁说我不是了? 我准备嫁给你, 做千亿富翁的老婆呢? 让陆宇没有想的是, 圣灵云竟然这样说了。 陆宇再次被逗得无语, 他甚至觉得认命了, 自己在圣灵云面前, 好像总是智商不在线, 总是被这个女人给牵着鼻子走, 防不胜防。 扑斥, 圣灵云发出娇笑声, 陆宇, 我觉得你海川其实真的很傻。 什么意思? 陆宇好奇问道, 想要打败你, 根本就不用那么费事, 直接派一个漂亮的女人来, 和你打对台戏好了, 到时候你肯定主动变成傻子, 不用打就一败涂地了。 陆宇文听, 顿时不干, 你这是人身攻击啊, 我才不是那种傻子呢? 那来啊, 你打败我, 证明一下你不是傻子。 圣灵云笑着说道, 陆宇顿时又没脾气了。 猪脑袋, 人家这是在关心你, 帮你提高智商, 竟然不知道领情。 你, 疑, 你这样的, 难道吃美男计? 圣灵云带着小愤怒的口吻戏血, 陆宇抬手摸摸鼻子, 又是没辙, 打电话什么事? 谈情说爱。 可以吧。 圣灵云美好气地说道, 陆宇再次被弄无语, 是不是觉得我浪费你时间了? 圣灵云没有听到陆宇回话, 挖坑问道, 怎么可能? 陆宇连忙说道, 那就是喜欢我打扰你了。 圣灵云笑着反问道, 陆宇是真觉得眼前的圣灵云让人看不懂, 一会儿那么急风骤雨, 一会儿又温暖如玉, 内心倒是挺舒服的。 什么时候回丰都县? 总算是说了一句让本女神开心的话。 圣灵云傲娇地说道, 陆宇只能傻笑两声, 真不知道接什么话了。 我准备明天带杜谦和道丰都县, 安排他去河西镇实地调研, 本来以为你在呢, 现在你跑了, 我就让他自己去好了。 圣灵云说道, 陆宇闻听, 心中很暖, 之前霓虹超督促这件事, 他和圣灵云说过, 没想到圣灵云立即返回来安排杜谦和落实, 真是将自己的每一件事都记在心上。 辛苦你了。 喊声媳妇, 谢谢我。 圣灵云咯咯笑地说道, 陆宇感动顿消, 无奈道, 明天我让王陪柱带杜谦和去调研, 欠我一声谢谢。 圣灵云见陆宇不肯喊, 笑着说道, 行。 陆宇回应, 那就是欠我一声了。 圣灵云笑问, 可以, 我欠你一声。 陆宇说道, 这一声, 可是一辈子。 圣灵云大笑, 陆宇, 不。 圣灵云隔着电话, 亲了一口说道, 睡吧, 我可不想拿一声照顾一个病老头, 好好养身体。 嘟嘟, 电话中传来盲音, 陆宇看着屏幕变暗的手机, 内心充满了复杂, 幸福, 甜蜜, 更多的是担心, 爱一个人是责任, 这责任专属一人。 最后, 陆宇摇摇脑袋, 放下这一切, 给王陪柱打电话安排完以后, 就去睡觉了。 第二天早上, 饭厅门口, 陆宇与王安光一个东来, 一个西来, 正好面对面。 关于这次扶贫干部集训, 视为党校的安排, 是一个特别的小班, 饭堂也是一个单独的小饭堂。 王安光因为要全程参与, 自然早早赶来, 想赶早吃个早饭, 然后及时组织布置工作。 两个人就这样不期而遇了。 陆续来吃饭的人, 看到陆宇和王安光两个人, 这样狭路相逢, 都故意放慢脚步, 要看看两个人到底如何相处。 甚至有人都偷偷掏出手机, 准备录像了。 毕竟很多人都知道, 陆宇和王安光在丰都县官场就剑拔弩张, 陆宇硬是将王安光的左膀右臂都推倒了。 王安光也没想到会这么早遇见陆宇, 他刚还在寻思遇见陆宇如何处理分寸呢? 现在一切都提前了。 陆宇对于见到王安光倒是想过, 他始终觉得自己接受不了这个人, 太功利, 简直将丰都县官场搞得乌烟瘴气。 可是就在见到的这一瞬间, 陆宇突然觉得自己已经变得自然了, 李老远就伸出双手, 王市长, 您好。 脸上热情的笑容, 口中爽朗的声音, 听起来就像是多年老朋友。 王安光忍不住挑挑眉, 心中却起了愤怒, 更加记恨, 甚至害怕, 陆宇成熟了。 别看这简单一句话, 一个表情, 里面的心态可不简单, 足以说明陆宇荣辱不惊, 具备了当一名官员的淡定从容。 尤其是面对自己的政敌, 明明能够将对方恨之入骨, 却又能够淡然得体。 这样的陆宇, 才是更可怕的陆宇。 此刻, 众人暗中围观, 王安光更要表现出胸怀, 笑着迎上去, 双手像我, 还摇晃几下, 没有撒开, 昨天就知道陆宪长来了, 想要找你叙叙旧, 一直太忙了, 走。 我们进去, 一起吃饭, 边吃边聊。 两个人的手一直握在一起, 王安光非常热情, 一路拉着陆宇的手进入饭堂。 两个人携手进入饭堂一幕, 众人看到很多都惊呆了, 甚至以为自己看错了, 要不就是传闻错了。 尤其那几位悄悄掏出手机, 打算偷拍二人激烈交锋的, 拍下的却是这种老有情深。 陆宇不是很冲动吗? 不是很霸道吗? 印象对不上号, 很多人感觉看不懂。 此刻的陆宇, 见王安光一直没松开手, 他也很淡定, 王市长, 您分管扶贫和农业, 可要对故地丰都县多多照顾啊。 陆县长放心好了, 我在丰都县多年, 那里也算我的第二故乡, 我自然要好好照顾。 王安光顿了顿, 继续说道, 这次集训, 我就是希望大家能打开思路, 都具体谈谈当前的扶贫工作, 如何开展, 如何脱困, 到时你也不要保留, 踊跃发言, 清平村的事情我有责任, 但现在你做得很好。 陆宇微微醋眉, 王安光这是什么意思? 主动承认错误, 他应该打压自己, 让自己丢脸才对, 为何让自己多多发言? 陆县长怕被兄弟献偷尸? 王安光笑问, 当然不是, 只是我年轻, 资历浅, 负责扶贫工作时间也短, 不好在前辈跟前班们弄扶。 陆宇连忙说道, 王安光停住脚步, 要是别人这么说, 我会赞同, 你说, 我不同意。 他故意看向身后跟来的人说道, 从提拔公安局局长开始, 一路直步清云, 完全凭自己的实干走到今天, 政绩显赫, 有目共睹。 这可不是大几岁的普通人能比的, 也不是普通人大几岁就能做到的。 所以, 你这种干部的务实经验更加重要。 陆宇听着这个夸奖, 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, 极不舒服。 尤其是王安光当众说出来。 王市长说得对, 我也赞同。 赵云成走了过来, 看向身边众人, 笑着说道, 昨天见到陆县长, 我就与陆县长一见如故, 交流很久, 受益很深, 我是真希望陆县长给我们讲讲他的经验啊。 其他人听到王安光连说两次大几岁, 早已心中郁闷, 大几岁从来不是什么优势, 只能证明归宿。 谁也没傻到将这想法摆在脸上, 听到王安光和赵云成都这样说了, 自然都跟着附和。 陆宇感觉自己好像中计了, 捧杀。 不过, 想到这种培训, 所谓的交流发言也都是要说的, 倒也没有过分, 行。 反正到时候我怎么做的, 就怎么说, 希望对大家有用。 也请大家多多赐教。 王安光对着陆宇满意点头, 你的思路和成绩, 恐怕在场所有人家一起都赶不上, 哪有他们赐教的份, 我都期待学习一下了。 哈哈, 众人都跟着大笑附和, 显然都欢迎陆宇来发言了。 陆宇倒是没有起疑。 这样的场合, 大家都很客气, 不必当真。 王安光笑着看向众人, 我安排了两场讨论, 到时候陆县长都做个发言, 大家围绕发言来相互交流看法。 太好了, 我可要做好录音。 赵云成立即说道, 我, 我们也要好好学习一下。 其他人跟着说道, 陆宇感觉这件事, 好像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。 他感觉, 怎么越来越奇怪呢? 陆宇没法推辞, 依旧是点头, 感谢王市长给我的学习机会。 先吃饭。 王安光笑着说道, 人是铁饭是钢, 想要学习好, 必须先吃好。 众人纷纷点头, 一伙人各自打好餐盘。 王安光, 陆宇和赵云成三个人坐在一桌, 三个人谈笑丰盛, 完全看不出陆宇和王安光之间的嫌隙。 王安光这顿饭吃得心中不爽, 这样的陆宇让他感觉不爽, 更感觉压力很大。 与之相反, 陆宇倒是自然很多, 他知道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早已不可调和。 王安光站在了党纪国法的对面, 也不可能有调和余地, 他一直放长线钓大鱼, 目标就是王安光, 至于杨永江, 那是自己撞枪口找死。 两个人之间, 交谈甚欢, 场面一片云淡风轻。 吃完饭, 众人纷纷来到教室。 第一堂课是开班仪式。 王安光坐在主席台上, 发表讲话, 主要说明这次集训的目标和意义, 还说了一些学习要求。 这些老生常谈的集训活动程序, 那些参加培训次数多的老油条, 显然已经不走心, 不在意了, 并没有太多的用心。 陆宇恰恰相反, 认真的聆听, 想好好看看王安光的现况。 听完以后, 心中笑了。 王安光现在还不如从前了。 过去, 在县委书记位置, 许多新政策, 新讲话, 新精神必须学习, 现在的王安光听起来, 已经不好好学习了, 以至于讲话中, 有些引用内容还是去年的。 别看只是一年之差, 时代日新月异, 这就说明, 很多观念他已经落伍了。 王安光在后退, 那么清理功课就容易多了。 风都釜底, 这个问题一直在陆宇心中萦绕, 要通过王安光彻底揭秘。 陆宇在这里上课, 另一边, 和西镇沸腾了。 和西镇沸腾了。